在如今这个开放性的时代 跨国婚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选择跨国婚姻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毕竟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所接受的文化教育都不同 想要磨合到毫无障碍的地步 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勇气 但在爱情面前 有些人无所畏惧 为了和所爱之人走到一起 他们勇敢地打破种族 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诸多差异 最终如愿走进婚姻的殿堂 这其中有人婚姻美满幸福终身 但有人在选择伴侣时却不够理性 最终错看对方造送了自己的幸福 在中国香港 有这样一位名叫Novihan的女孩 早在11年前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有着 非洲拳王称号的胡斯戈露莎 那么她的飞蛾扑火换来的是什么呢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香港女孩和非洲拳王的跨国婚姻 1982年 胡斯出生于南非的一个穷人家庭 她自幼体格健硕 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欺负 每次打架必定是赢家 所以在同龄人中总是最受尊敬的一个 一方面想改变自己贫穷的出身 另一方面又享受着这种被崇拜的感觉 所以长大后的胡斯痴迷上了搏击 16岁那年胡斯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学习拳击 事实证明胡斯的选择是对的 他在搏击方面很有天赋 而且他也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经过几年的拼搏后 他如愿成为了一名职业搏击选手 2002年 20岁的胡斯正式走上擂台 开启了自己的搏击时代 对于外行人来讲 每次看搏击赛都觉得很残忍 擂台上的选手为了成为赢家 彼此打的你死我活 画面很血腥 但对于胡斯而言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擂台上和对手对决 他的拳法快很准 而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 所以每次打比赛 他都是全场的焦点人物 短短几年内 凭借自身的优势和一种必胜的决心 胡斯渐渐在南非各大赛事上展露头角 并先后斩获了多项自由搏击赛的冠军 穷人出身的胡斯 一跃从搏击场上的新秀 成为了业内的潜力股 也拥有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不过胡斯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并不满足于在自己本国的发展 为了打小名气 获得更多的报酬 他将目光锁定了前景更好 经济实力更雄厚的中国 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胡斯告别故土 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 此时的中国 拳击运动也备受大家追捧 还诞生了几位新秀 不过和身材高大 肌肉更发达的胡斯相比 这几位新秀就显得弱了一些 胡斯注定会在中国打开自己的市场 为了更快地在中国拳击界打开名气 2009年 胡斯主动报名参加了河南电视台的栏目 武林峰 他站在擂台上就有股杀气 还没比赛就收获了一些粉丝的关注 而胡斯也用实力证明 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拳击手 在擂台上他一路过关斩将 很快就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 据悉 当年武林峰的第一条纯金打造的金腰带 就被胡斯收入囊中 足见他在这个领域内有多么的厉害 通过武林峰打入中国拳击界后 胡斯开始参加各大比赛 并先后击败了中国著名选手 杨卓 周志鹏 董文飞等人 短短几年时间 胡斯就在中国拳击界名声大噪 成为炙手可热的选手 每次出现在擂台上 都会引发一阵欢呼声 在擂台上傲视群雄的胡斯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拳王 还被粉丝媒誉为黑色猎豹 当然来到中国发展的胡斯 不但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期间他还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对方名叫努万汉是香港一位白富美 也是他的狂热粉丝 早年胡斯来中国时 最先去的就是香港 当时因为初来乍到的缘故 胡斯日子并不好过 非但没有参加比赛的机会 而且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但他原本就是穷苦出身 所以眼前的困境并没有让他退缩 凭借着一份坚持 胡斯慢慢赢得了比赛的机会 而且因为拳法快精准 他很快就收获了一批粉丝 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出身富贵的香港女孩 Novi Han Novi对胡斯无比崇拜 就从第一次看完他打拳击后 之后的每一场比赛 Novi都不曾缺席 每次胡斯走上擂台时 坐在观众席上的Novi 都会将所有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整个比赛过程不停地为他加油打气 期间还伴随着紧张 若是胡斯赢了 Novi会激动地跳起来 但若是胡斯输了 或是被对手打到时 Novi都会很心疼 甚至会流下眼泪 胡斯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自己全身先打比赛时 一段美好的姻缘正在向自己招手 因为是胡斯的忠实粉丝 慢慢地 Novi得到了和胡斯接触的机会 随着接触的深入 他们惊讶地发现 虽然国籍不同 文化不同 但他们性格却很相似 每次在一起聊天 都觉得很开心 不知不觉中 爱情的种子 渐渐地在彼此心中生根发芽 但因为当时胡斯没有太大的名气 所以他一直犹豫着不敢表白 率先捅破这层窗户指的 就是Novi 面对Novi的告白 胡斯自然无法拒绝 随即二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只不过这段爱情 最初发展得并不顺利 Novi出身不俗 家境优渥 父母希望他能够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香港男子 组建家庭 所以对这段跨国恋 非常的不赞同 然而 已经陷入热恋中的Novi 哪里会听父母的劝告 就算和父母吵翻天 他也要捍卫自己的爱情 就这样 Novi冲破重重阻碍 坚定地与胡斯走在了一起 甚至做好了长相厮守 白头到老的准备 Novi对胡斯确实是真爱 为了帮助男友打开名气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 多方奔走 甚至不惜拿出存款 帮助男友开了一家拳击馆 女人一旦爱上一个人 真的可以奋不顾身 甚至甘愿为对方花钱出力 完全不会考虑是否值得的问题 在自己的努力和Novi的帮助下 胡斯很快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光时刻 在搏击赛场上大放异彩 犹如一只猛虎 让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声明确起后 名声金钱也随之而来 胡斯再也不是那个来自南非的穷孝子了 他已经成为拳击界赫赫有名的大明星 而他的成功 Novi自然功不可没 胡斯也没有辜负Novi的付出 事业高峰时 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 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Novi用一场浪漫的婚礼告诉父母 自己的选择并没有错 婚后三年内 Novi身后为胡斯生养了两个孩子 二人世界变成四口之家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Novi也以为自己的人生圆满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幸福有时候长了一双翅膀 一不小心就会飞走 而亲手折断幸福翅膀的 就是Novi力排众议选择的配偶胡斯 胡斯的中国型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自己也积累了庞大的财富 然而功成名就后的胡斯随即萌生了回南非的想法 理由也很简单 中国终究不是自己的国家 他四相心切 向落叶归根了 然而 这个提议却遭到了Novi的反对 南非无论从经济还是生活水平 都无法和国际化的香港相比 从Novi的成长和个人的习惯上来考虑 他都是抗拒的 但胡斯的态度却很坚决 慢慢的 他们的婚姻生活不再和谐 从前的风花雪月彻底消失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争吵 Novi天真的以为 婚姻孩子和自己遗忘的付出 会让胡斯回心转意 但他到底是高估了人性 在数日争吵后 胡斯依然决定回国定居 Novi看他去意一决 只能提出离婚 而胡斯竟然也同意了 这段婚姻开场时有多美好 结局时就有多残忍 离婚后 胡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凭借着在中国积累的财富 在当地过着富裕的生活 可谓是享尽荣华富贵 而且不甘寂寞的胡斯 很快就有了新的伴侣 对方是更年轻的非洲女孩 在南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女演员 二人爱得很高调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恩爱合照 不久后 胡斯再婚 并与现任妻子有了一个女儿 她依然是知名拳击手 到处参加比赛 人钱受人追捧 人后还有幸福的家庭 堪称人生赢家 相比之下 胡斯前妻的生活就有些不乐观 虽然她并不缺钱 但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内心是孤独且寂寞的 曾有人问Novi 为何当初执意要嫁给胡斯 Novi乘客片刻后回答说 是她身上的阳刚之气吸引了我 觉得很有安全感 虽然她看起来很粗鲁 但其实很温柔 只是她没有想到 这份所谓的安全感如此不靠谱 她不顾一切爱上的男人 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大获成功后 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选择抛弃弃子 如今的胡斯在自己国家 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而Novi依然是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偶尔还会受到外界的不友好评价 但这条路是她自己选择的 苦与乐也只能自己买单了 所以爱情固然美好 但也需要理性对待 有时候你以为不顾一切是浪漫 殊不知等待你的 也许是万丈深渊 对于这段跨国婚姻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